謝謝 我想我們對青少年服務 福利 這部分的話我們相當重視 那我們也體會到 現在是這個社會是一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貧者越貧 負者越負 所以我們 在這方面的話我們也對一些比較中低收入富 這個 一些青少年朋友 他的學業經 這個 學業 這個學會的部分的話我們一個幸福 希望 就學基金 我們成立幸福就學基金 也就是我們的脫貧計劃 新 這個新希望 這個 新希望 工程 那我們這期間的話我們輔導很多 青少年朋友 包括 這個 讓他們 在可以安心的就學 那我想就學 練書 是他們未來脫離貧窮 非常好 最好一條道路 那我們也在 學校 社區 來輔設 這個 客戶 安心照顧 希望就可以來協助 比較弱勢的家庭 那我們最近更成立青年 聯盟基金 我們希望 讓 政府 跟民間的 預算 的這個 投入 那來協助很多青少年朋友 他在 創業過程 他有一些 創意 來輔導他 幫忙他 來達成他的 他的願望 那未來我想對 青少年 青少年 的部分的話 我們 也要 未來 我們要成立 青年 參議跟市委委員會 我們更希望未來 透過這個 透過這個青年 參議 跟市委委員會 來多關照青少年 多 多這個 聽取 這個了解青少年 他們的 他們的需求跟意見 那 我們也將來 我們規劃 多元化的 青少年休閒活動 那我們也要提供 休閒 這個宜樂平台 並有 青年 青少年主導 每年辦理 我們 每年辦理 加 社團建華的一個 晚會 那我們未來也要成立大高雄 青年志工服務團 那本身我們就是 我是 團長 那我們希望藉由 一系的活動 來協助 青少年 那我們很重要 未來 開創 就位機會 這個 更多就位機會 讓我們未來青少年朋友 都有工作做 這個也是相當重要 這個產業結構的改變 所以限於這部分的話 我們也在規劃 未來 整個產業 我們 我們優勢的產業 優勢的產業 過去 南台灣 都以這個 比較 重金屬工業 還有這個 主導工業為主 未來我們要 要 這個 比較前瞻的產業 未來希望 可以讓 製造更多機會 讓年輕 青少年朋友 所以我想未來對新少年朋友的這種照顧的話 我們要 讓 他們實現 理想 夢想的空間 我想這部分的話 我們過去 在做 我們過去已經在做 那我們未來 會更加努力來做 我們現政府 我們過去六年來 社會福利全國 第一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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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